我们继续,Jabatan还有Agency Kharajan 如果还要管理整个这样大的一片土地,还要管理经济 他当然就要成立部门,好像陷阱这样,对吗? 在管理国家里面有很多个部门,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比较传统的是国王管他的州,国王管他的州,下面有几个大城 所以现在还要管这样大地方,他用比较显性的那个管理方式 就是他有分成部门还有政府机构,Agency就是机构,这样的意思 政府机构,所以如果还有这样的题目,你看一下这个问号 他叫我们解释一下,成立,这样成立 Paranan Jabatan,Paranan就是角色,就是他的重要性 Jabatan and Agency Kharajan,那些部门,那些机构,British所成立的这些 他们有什么角色? 所以你要讲到有什么机构,然后他们做什么?这样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机构,如果还有提到那个机构,你就要讲到,你就要给他的 可能他做什么,他的功能 这样咯 所以第一个,他有成立 Jabatan Kharajan 你看Kharajan Public Works Kharajan就是 工作,因为他们要成立,讲讲,他们在发展,他们要建很多东西 建楼啊,你看啊 Membina Bangunan 建一部部阵队,搁车,火车的 Government 就是管理火车 然后建 Masjid vicjama'Khuala Lumpur . 那个地方谁去管啊,他用Jabatan Kerja Raya去管理,成立这些建筑物啊 david 你看看吗,所以呢 第一个Jabatan Kerja Raya,他做了什么?做了这个 你记起来,看见这些楼,这些办公室,办公楼 再来啊,第二个,换色 我们换一下色 这个,他们在哪里 这个 换一下,太深了,那个红了 换钱,深又深又深又深 这个钱红也可以 Jabatan Patanian 农业部,肯定有啦,农业赚钱 对不对啊,1905年他成立农业部门 农业部这么啊,发展Tanaman Economy 发展经济的那些农作物 发展Industry Gota 那个橡胶工业 怎样发展啊,通过研究 他们做很多朋友,Leadikan就是研究 还有呢,准备Pakar Technical 就是带进来这个地方 带那些专业人士进来 OK,就 教那些原主啊,你知道吗 带乌撒哈拉当那些原厂的那些主人啊 或者是小小的Pakabun啊 教他们做事情,你知道吗 看到吗 Jabatan Patanian主要就是管弄作物啦 所以你要会写他做什么 你知道吗 Mamajúkan Tamanan Ekonomi Mbangunkan Industri Gota OK 做Pengye Lidikan OK,Pengye Lidikan我要写华语 Pengye Lidikan,研究 这个第一个,OK 然后 准备Pakar Technical就是专家 Pakar Technical 技术专家 Technical是技术 技术 OK 专家 Pakar 专家 专专业也是有 就是给他们专业 给他们知道怎样去做 OK 再来 下一个啊 最赚钱的是香蕉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出产香蕉的地方 所以他还有多一个机构是专管理香蕉 那些专家 Pakar Technical 是管所有农作物吗 可是他管到这样多吗 所以专管理香蕉 又多一个人 又多一个机构 就是叫Institute 哦 技术绑不走 Institute Peng Yuridikan Geta Malaya 它叫RRIN OK 所以他在1926年成立 因为Pakar Millikan Geta yang定义 是因为太多的需求量了 你知道吗 Kesan Pakar Millikan Geta 就是需求量太多了 所以 就没有办法 就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 看到吗 OK 本名答案是需求 再来 下一个 它有什么部门 这个 Jabatan Barit Dali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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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水稿 管理水稿啊 沟渠这样的 OK 水稿 沟渠 不是这个 水稿 这个啊 OK 成立来怎么呢 因为要让那个System Peng Yuridikan更有效 它重点啊 Meningkat Meningkat Kerberkassanan System Peng Yuridikan 提高那个水流系统的效率 包括种田的那些咯 你知道吗 都需要到System Peng Yuridikan的嘛 提高 Kerberkassanan Kerberkassanan的效率 OK 水流系统的效率 再来 加一个 这个Jabatan Post & Telegraph 你看是不是发展了很多 其实 Post & Telegraph 它是游记的东西啊 还有 寄东西啊 这些咯 Telegraph是可以 电信这样也是有嘛 可以寄消息啊 信息啊 不是 火车部门也有哦 所以这些主要呢 就是为了 去发展通讯和交通系统 看到吗 它一直跳掉的 通讯和交通系统啊 这个是他们的重点啊 使它更顺畅 OK Melanchakang就是使它顺利 使 顺利 顺畅 这个整个系统就是 通讯跟交通了你知道吗 刚刚不但是交通对不对 Berhubungan 通讯 联系这样 通讯 OK 把这个移上去 看看哪里的 为什么 先通 先通 不要紧 你知道Berhubungan是 这个 通讯 OK 再来 Jabatan Kerajaan di Sarawak dan Sabah 所以在Saba Sarawak 也是有很多部门 是为了方便他们的Berhubungan Post 还有Telegraph Post 还有他们的Activity Pertanian 就方便通讯 因为Saba Sarawak Saba Sarawak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通讯 因为他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很难 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去想办法去发展 然后还有农业咯 因为他们主要是农业赚钱嘛 对不对 OK 再来啊.最后一个 Kerhubungan Sharhaak per Wahagilan Saba Sarawak Dan Saba Sarawak Land 就叫agency house 你要说agent嘛 agent就是中间人 agent真正的意思是中间人 这样他们做什么的 呢?这个中间人的公司 balls 是做什么 他们的 主要的那一个 做的事情 是 shoes month- 不要 还有管理这一个 很important barangat 记得啦 这个是重点啦 Sherikat Berwakilan是做什么的啊 这个 OK 然后Sherikat Berwakilan 你看这个agency house 它也被称为 Gerung Berwakilan Crown Agent 一样的啦 其实是 不一样明白了 OK 所以他们 这些公司啊 它管理很多东西 它管外 我刚才没有讲到这个的话语 它要去处理 外国的资本资金啊 资金 modal吗 对不对 OK 然后去处理进口 这个important barangat 进口东西 进口货物 所以这些Sherikat Berwakilan 这些crown agent 他们做什么的呢 Ked 他们是很大的公司 他们拥有 财务机构 就是银行 他们拥有保险公司 传的运输公司 Sherikat Berwakilan 他们拥有 研究公司 还有 国际的商业 公司 OK 你看啊 他们管理了很多东西的 在公司 OK 所以他们拥有 这个institucie 可望案 就是金融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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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银行来的 其实 或者是 OK 不一定是银行 但是银行是其中一种 institucie 可望案 知道吗 所以他们会管理 钱的东西 他们可以帮忙做贷款 还是什么 借钱啊 等等的 OK insurance 保险 Sherikat Berkabalan Kabal 船 Pusat Pengalitikan 是研究中心 研究啊 记得 Pengalitikan 是研究 可以自己写 OK 这个字一字有用到的 还有国际的审议 当然帮上是国际嘛 所以比如说呢 有一个例子 Pusat & Company OK Pusat & Company 是一个商业公司 它主要是控制 橡胶跟细腻的出口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例子 所以你可以讲 Chantone 你给这个例子 如果它问你整个assay的话 OK 然后他们也管理 一个Sherikat Berkabalan 还有个王安 Hong Kong Bank 他们管理这个Hong Kong Bank Hong Kong Bank到今天 都还有了 就是对Hong Kong Bank OK 最后我们再看 这个金融公司 还有保险 是属于管理金融方面 所以我们也分一个part 出来去看 OK 这个我快快讲掉它先 所以 其实那可王安 当时有什么 金融系统是怎样的 这个是 钱用什么钱 金融系统 OK 金融 OK 当时和很久以前是用 Mata Wang Perak Sepangio OK 不是啊 就当时呢 1580年 看到吗 是用Mata Wang Perak Sepangio的 在这边 Neguri Neguri Melayu Neguri Neguri Selat 全部是用西班牙笔的 知道吗 OK 过后他们成立了 这个Lambaga Persurujaya Wang 所以这个是一个机构来的 成立这个机构来 管理钱的东西 OK 来出钱 现在他们要 Mata Wang Perak 他们要出产自己的钱 1897年这个时候 Mata Wang Perak 在这个Odinand 5678 之下 Odinand 8是一个法律 OK 所以接着Mata Wang Kerajaan Malayu 就没有了 当时呢 本来有 有马来人 马来国王 他只出的钱 对不对 这个时候没有了 他不想消灭了 因为他们出了NNS钱 OK NNS钱 到1939年 Dollar Malaya 马来亚钱 取代了Selat钱 Selat钱 就是Neguri Neguri Selat的钱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转换 所以原本西班牙钱 然后也有 马来国王的钱 Mata Wang Perak 又有 又有 鳄鱼的形状 又什么 孔雀形状 这样的 那种 过后 就到Neguri Neguri Selat钱 就是Dollar Selat 过后到Dollar Malaya 这样 OK 所以 接着呢 有很多这种 钱的事物 就有银行 Perbankan 原子就是Bank 就出现了银行 他们成立银行来 方便带钱进来 从国外呢 进到Neguri Melayu 所以这个是System Perbankan的功能 方便 Mermuda Kan OK 传送钱进来 Tengar Lurang就是输送 输送钱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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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钱 资金 从外国来到这边 OK 所以什么银行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四个银行 很多都还 这个Hong Kong Shanghai Bank 也还有 那个 Chartered Bank Chartered Chartered Bank Chartered Bank 现在好像有 不过不是我们用的 OK System Char 应该不是这个来的 OK 所以这些银行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的例子 你可以来做例子 OK 再来 保险公司 这么有保险公司的当时 不是保人的当时 当时的保险公司 你看有Insurance Maritime Maritime是什么啊 Maritime是跟海有关 就是这样 做生意的 它是保护船 商船和它的货物 看到吗 是保货物的 OK 过后慢慢的 有保性命 有保意外 OK 慢慢的 就比较有跟人有关了 保着火啊 商业啊 财务啊 等等 所以这个是 那些保险公司的例子 你可以 背起来拿来给例子 OK 所以这个part呢 好了 你做一下念题 你做一下这个6.2 OK 就是 诶 这边 6.2 是来的 这个啊 第八第九题 然后 看DSKP的先 OK 这一个啊 DSKP就是在这里过后 第六面 我们讨论了吗 第七面 第七面 就是这样 OK 然后 等下下一个video 我跟你讨论一下